第八十九章 男人的喘息声以及女人的压抑身影 小甲后院的房间内 少年正仰面躺在床榻之上 雨夜空铜色的漆黑毛子 此时却是寒光翘长 老师 你现在这种状态实力底线是多少 再次沉吟了半想 硝烟突然轻声询问道 怎么 手指上的漆黑戒指中传来一句随意的反问声 片刻后 要老含糊地道 虽然现在只是灵魂状态 不过凭借着异火 对付一些大豆狮或者豆尔灵这些小杂鱼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文言 硝烟脸庞微喜 眼中却是略过一抹寒意 你想去杀了白天那小子 见到硝烟这模样 要老略微有些诧异的问道 加列奥还不值得我费这么大心思 硝烟笑了笑 淡淡的轻声道 两个月的时间快到了 我有点失去和加列家族继续耗下去的耐心了 所以我想偷偷地把那叫做柳席的炼药师给解决了 只要那炼药师一死 没有疗伤药来源的加列家族 就将会失去谨剩的一点市场 到时候就算家族还能生存 那也将会失利骤降 从此难再对焦假造成危险 哦 真是因为失去耐心了吗 以你的性子可不像是浮躁的人呢 沉默了一下 戒指之中传来要老的戏虐声 看来你对那位叫做薛儿的小妮子还真是很在意啊 那家伙不过是表现得下流了一些 你便是记恨下了心 还真是一个爱吃醋的小孩子啊 维言修炎脸皮微微一烫 被揭穿了心底所想 他顿时有些恼羞成怒 我时间本来就不多了 哪能陪他们一直玩下去 就算今天没遇到那家伙 我也想用一些别的手段了 好吧好吧 不关那妮子的事 瞧着萧炎这模样 要老大笑了几声 笑声中的戏虐 让这萧炎无奈地翻着白眼 既然想动手 那便起身吧 我是灵魂状态 所以还要借你的手 停止了取笑 要老笑道 急忙点了点头 小妍飞快地跃下床榻 从怀中掏出暗红色的纳戒 然后取出一套早已经准备好的漆黑大斗篷 极其熟练地套在身上 顿时身材单薄的少年 便是化成了庸重的神秘黑炮人 走吧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好 有我的灵魂包裹 你也不用担心被人从气息中分辨出身份 见到消炎准备完毕 要老笑着提醒了一声 点了点头 消炎轻手轻脚地行至窗边 犹如坐贼一般的四处望了望 这才挤身跳了出去 身形在半空中急落而下 一股莫名的强大力量 从手指上的戒指中传了出来 莫名的力量迅速地包裹了消炎全身 顿时 急降的身形突然便是悬浮在了半空之上 脚掌在一束房顶上轻轻一点 漆黑的身形 宛如一头隐藏在黑暗中的突就 悄无声息地掠出了消炎 最后消失在了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月黑风高夜 啥人好时机呀 此时 家内家族 灯火通明的大厅之中 本来心情极度阴沉的家内壁 听得面前柳席得意的声音 先是一正 紧接着大喜地问道 柳席先生真的还能炼制别的丹药 非常满意 加列币这副惊喜的模样 柳席端起身旁的茶杯喝了一口 脸庞上的表情颇为自傲 除了疗伤药之外 我还能炼制一种极其适合拥兵需要的丹药 丹药名为蓄力丸 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让着服用此药之人 增加约有一成左右的力量 文言 加列币的脸上起义更是渗了几分 如果真的能够炼制出这种特别的丹药 那加列家族便是能借以词微广告 然后拉回不少的人起 最后说不定的还能再次压下小甲 不过这种蓄力丸并不能如同疗伤药一般大规模的炼制 按我的实力 恐怕一天顶多能够炼制二十粒左右 柳席有些惋惜的道 二十粒就二十粒 我们可以弄出类似拍卖会的形式 价高者得吗 反正疗伤药才是主导 我们只是依靠这东西拉回人气罢了 加列币摆了摆手笑道 加列族长 这蓄力丸我的确能够炼制 不过按照我们的约定 我似乎只负责炼制疗伤药吧 见到蓄力丸勾起了加列币的念头 柳席却是眼珠一转突然笑道 脸庞微微一变 老奸巨华的加列币如何不知道这家伙在打什么鬼主意 不过到了这种时候 他也值得敢笑着问道 啊 那柳席先生的意思 放心 我知道加列家族现在的情况 所以不会在狮子大开口了 望着松了一口气的加列币 柳席眼瞳中掠过一抹言笑 在下只想请加列族长帮忙把那位叫做萧薛儿的女孩给我弄过来 脸庞上的笑意还未露出便是骤然僵硬 加列币眼角一阵抽搐 他没想到 这色胆包天的家伙竟然直接把念头打到萧家头上去了 柳席先生 如果我们加列家族动乱萧家的人 那萧战就有借口对我们家族正面宣战 到时候 恐怕就不再是这种经济上的对决了 而是要真正的拔刀相向了 叹了一口气 加列币哭笑道 手指弹了弹桌子 柳席黑黑的道 这些不是我思考的问题 不管组长是打算硬抢也好 下迷回尿脱走也罢 我只要结果 只要组长能够把它弄过来 我随时开工炼制蓄力丸 眼角再次急促地跳了跳 即使加列币怒一大盛 可他也值得强笑得到 能否让我想想 明日再给先生答复可好 也好 那组长便想想吧 走前多嘴一句 其实现在的加列家族与萧家 本来就已经视同水火 又何必再怕多这么一桩恩怨呢 音声笑了笑 柳席站起身来 排了掰屁股 大摇大摆地走出大厅 然后对着后院自己的房间 快步行去 今天被那位 犹如青年般脱俗的少女 斗起了心中的浴火 现在的她 很想赶快找一位 年轻貌伟的侍女 消消火 望着消失在转角处的柳席 加列臂阴沉着脸庞 半小之后 方才长吐了一口气 纷然地说道 这满脑子都是女人的王八蛋 迟早会死在女人的手上 此时 后院一处房间之中 消炎有些无奈地望着那被打昏在床榻之上的俏丽女子 女子身上只霹雳一件单薄的纱裙 诱人的雪白唇光泄漏了大片 那家伙回来了 戒指之中的药老轻声地说道 让得消炎飞快地缩近一处隐蔽角落 眼睛透过细小的缝隙 将房间内的一切收入眼中 戈指一声 木门被缓缓推开 柳席那招牌似的吟笑声 顿时在房间中响起 宝贝 我回来了 今天晚上准备接受摧残吧 真是个被惊虫填满大闹的白痴 药老准备动手吧 冷笑着摇了摇头 消炎在心中出声道 好 等等 有变故 好字还未说完 药老的急喝声 让得消炎心头猛然一紧 额头上被药老的喝声 吓出了一抹冷汗 消炎身体立在原地 动也不敢动 左边 心中药老的轻声再次传出 听着提醒声 消炎缓缓地扭转脑袋 将目光投向房间左边的窗口之处 眼瞳骤然一缩 那原本紧闭的窗口 已经不知何时打开了 淡淡的月光挥洒而进 那在眨眼之前 还空空荡荡的窗户边缘 此刻 一位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 确实诡异地坐在其上 金色裙袍之下 一对如玉般的圆润雪白小腿 在半空中滑起诱人的弧线 月光洒进 照在少女那精致的小脸上 满如月光中的女神一般 绚丽而神秘 望着那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处的少女 消炎突然感到喉咙有些发色 心中几乎深淫般的 尼南出一个名字 虚 虚儿 十章 愣愣地望着那犹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窗边的少女 颁想之后 消炎惊异地轻声尼南道 他来这里干什么 看这情况 似乎他和你是一样的目的 耀老莫名地轻笑道 眉头微皱了皱 消炎将身体完全地缩进阴影之中 神迹有些迟离地在心中询问道 虚儿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横了 看他先前出现的速度 恐怕不会弱于一名大斗尸吧 他的真实实力 的确是你平日所见的 不过现在的他 明显是动用了一种秘法 使得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提升了实力 以他的身份背景 拥有这种神奇的秘法并不稀奇 耀老淡淡地叫道 文言 消炎略微恶然 旋即 哭笑了一声 心头对虚儿的神秘背景 再次发出无奈的感叹 消炎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视线透过面前的沙莲 注视着略微有些诡异的房间之中 房间内 鬼魅般出现的雪儿 并未引起柳席的注意 此时 这位被浴火冲昏了脑子的家伙 正双眼放光地盯着床榻上春光大谢的眉毛女子 双手手忙脚乱地扯着身上的衣衫 在某一刻 六席扯动衣衫的手骤然一僵 身为六星斗折的他 也终于是有些觉察到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略微迟疑了一下 然后缓缓地扭过脖子 目光投射到了那大黑的窗户之上 窗户上 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 慵懒地斜靠着窗圆 一对放着些许金色火焰的毛子 淡默地注视着房中衣衫布整的男子 束手之上 金色火焰犹如精灵一般 跳动起妖异的轨迹 柳席呆呆地望着那淋浴在月光下的少女 缓缓地移动的目光 停留在那张淡默的精致小脸之上 眼瞳之中 不可自觉地浮现出一种罪意 饶是此刻气氛不对 可面对少女那几乎毫无瑕疵的容貌 与空灵脱俗的气质 柳席依然忍不住地有些失神 然而 在失神了瞬间之后 柳席极其突兀地转过山来 脚掌在地面重重一点 身形犹如一道离玄的剑 疯狂地对着大门冲过去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之下 一股临近死亡的阴冷感觉 终于将她的浴火焦得完全熄灭 柳席虽然自大 不过她却不会真的认为 在这种时候 这位诡异出现的少女 会是专程过来找自己谈心的 房间虽然宽敞 不过以柳席的速度 从床踏边到达门口 却是不过短短几秒钟时间罢了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木门 柳席眼瞳中闪过一抹喜意 只要出了房间 她就能够大声吆喝了 到时候 听到呼救声的加列毕 就能够立刻赶来救援 然而 就在柳席即将触碰到门板之时 双脚猛然一通 快速喷跑的身形 顿时倾泻而下 最后狠狠地踏在地面之上 几颗牙齿伴随着鲜血 被柳席一口喷了出来 满脸恐惧地低下头 只见那双腿之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两个 拳头大小的雪洞 在雪洞边缘一片焦黑 隐隐有着焦呼之味传出 腿上的剧痛几乎让得柳席昏过去 不过此时 她确实咬牙扛了下来 张口拼命地嘶声大喊道 不用叫了 房间被我的气息包裹了 没人听得见的 窗园之上 少女淡淡地道 千纸青残 一根金色的火焰立刺 便是在指尖凝聚成形 看来柳席腿上的创伤应该便是这东西所伤 你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要什么 钱 丹药 我什么都给你 只要你放过我 恐慌地望着少女 柳席脸色惨白 死亡的威胁 终于压下了她最美色的垂弦 淡漠地瞟了一眼 摊在地上不断蠕动的柳席 少女清明地跃下窗台 脸部微移 缓缓走向后者 望着那从窗户下跃下的勋尔 硝烟这才发现 原本勋尔那只是其腰间的青丝 现在却是一直垂到胶臀 显然 这应该便是那所谓的密法所致 宽敞的房间之中 身披象征着高贵的金色裙袍 少女淡漠地对着地面上不断哀嚎的柳席行去 在行至其面前时脚步微顿 低下头呼得轻轻一笑 刹那间的笑容让得柳席心头狠狠一条 你不是想让人抓我过来吗 缓缓蹲下身子 蓄而清明的嗓音中 蕴含着淡淡的纷冷 柳席咽了下一口唾沫 脸庞上的冷汗 因为恐惧 几乎打湿了整张脸 其实 我很讨厌动手杀人的 望着满脸恐惧的柳席 心儿突然轻淡了一口气 门炎柳席眼瞳中掠过一抹蜥蜴 然而 她还为来及出言求饶 少女 那骤然喊起来的俏脸 却是将她打进了绝望的深渊 我其实也并不介意一些无畏目光的 可为什么你要出言侮辱她 你有什么资格侮辱她 虽然她或许不会在乎你这种垃圾 可我却不永不能 真的不能 随着少女语气的骤然变冷 其牵纸之上的金色火焰金刺 突然脱手而出 最后换为一抹金色闪电 狠狠地刺进柳席胸膛之处 顿时血动迅速浮现 遭受致命中击 柳席眼瞳骤然一缩 坦白的脸庞缓缓灰暗 略微突出的眼球 看上去极为恐怖 淡默地偏了一眼 生机逐渐丧失的尸体 心而站直身子 轻叹了一口气 冷漠的小脸上 流露出一抹无奈 低声喃喃道 唉 若不是怕萧妍哥哥怪我多事 这乌坦诚 早就没了嘉雷家族 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事 轻摇了摇头 迅而目光随意地在房间之内扫了扫 身形微动 再次浮现之时 便已经到了窗户之前 身形一跃 最后消失在野空之中 这泥子看起来温满可人 没想到真要是杀起人来 可是这般干净的一裸呀 哈哈 看来你这次捡到饱了 在勋尔消失之后不久 耀老细腻的声音在萧妍心中响了起来 苦笑着摇了摇头 萧妍第一探道 今天晚上似乎是白来了 那可不一定 那妮子虽然下起手来不留情 不过毕竟年龄太小 经年还是太嫩了 耀老淡淡地叫道 文言消炎一愣 恶然道 老师 什么意思 看看吧 耀老神秘一笑 玄机沉默 见到耀老这模样 萧妍只得无奈地咬了摇头 继续将身体缩进黑暗之中 目光紧紧地注视着房间之内的一举余动 略微昏暗的房间之中 除了床榻上那昏过去的侍女 清醒的呼吸声之外 一片寂静 再次静等了十多分钟 就在消炎眉头开始皱起来之时 那偶尔飘过柳席尸体之上的眼瞳 却是微微一缩 大门之处 那原本已经失去了生机的柳席 手掌却是不可觉察的细微一动 片刻之后 那紧闭的眼睛竟然是缓缓地睁开 脸庞上的灰暗居然也退去了许多 望着胸口上的雪洞 柳席清晰了一口凉气 眼睛中充斥着恶毒 该死的女人 要不是我在出来的时候 从老师那里偷来一枚龟西丹 今天就真的要栽在这儿了 艰难地伸出手掌 柳席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玉瓶 小心翼翼地从手中 倒出一些白色粉末在伤口之上 然后再次掏出一枚蛋清蛋药 毫不迟疑地吞进口中 做完这些轻微的动作 柳席的脸色却是再次惨白了几分 这次的重伤恐怕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治愈 明天便是让家列家族把我送回去 然后把老师请过来 只要有老师帮忙 萧家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到时候我要把那女人玩到死为止 猙獰地咬着牙 柳席惨白了脸庞上充斥着怨毒 啊 抱歉 打扰一下 你或许是没有机会回去了 就在柳席幻想着那高贵的少女 被自己蹂躏得惨壮之时 淡淡的笑声突兀地在房间之中响起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在柳席身体骤然一僵 脸庞疾变 艰难地扭过头来 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人影 正从阴影之中缓缓走出 哎 马虎大意的丫头啊 看来还得需要我来料理一些后事 黑袍之下传出少年的笑声 手掌轻叹而出 森白的诡异火焰缓缓缓腾出 一火 望着这团诡异的森白火焰 柳席眼瞳一缩 惊异地失声道 恭喜你 答对了 有假 微微一笑 黑袍人手掌一挥 森白的火焰顿时脱手而出 闪电般地将柳席覆盖其中 只是瞬息之间 还未来得及大声叫出来的柳席 便是被迅速烧成一堆灰烬的 从此 名为柳席的一品炼药师 便是彻彻底底地 消失在了这片大陆之上 淡漠地拍了拍手 黑袍人手掌一挥 一股浸气将地面上的灰烬扫得干干净净 这才悠哉悠哉地跃上窗户 然后腾空掠出 没有惊动任何家内家族的人 黑袍人脚尖在一处房顶上轻轻一点 身形刚刚飘出几十米 却是骤然凝顿 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抬起头 在对面不远处的一处阁楼边缘之上 身着金色裙袍的少女 随意地摇晃着一双圆润雪白的小腿 蕴含着淡淡的金色火焰的毛子 正慵懒地盯着那平顿在房顶之上的黑袍人 你究竟是何人 少女抬了抬精致的下巴 清零的嗓音在这片小天地缓缓回荡 清零的嗓音在这片小天地缓